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相信对化妆稍有了解的观众对于这个名字肯定不陌生 就算您没听过他的名字 他的成名作肯定也让您是惊叹过 您往这看 这是1995年版的电视剧《武则天》 他讲述了武则天从一名普通少女成长为一代帝王的传奇一生 当年播出的时候那叫一个轰动啊 大伙都被这刘晓庆版的武则天迷的是神魂电脑 这里头除了电视剧本身的情节吸引人之外呢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呢 就是武则天的一生啊 是由演员刘晓庆一个人完成的 爱看电视剧的观众都知道 一般这种剧里头要是演一个人的少年中年老年 基本上是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演员来完成的 比如说中年和老年可以是一个人 你想啊找个中年演员 把头发弄白 画掉褶子在脸上 强行变老 这个不难 可是少年 你必须得找个年纪比较轻的演员来演啊 因为化老妆啊相对容易 但是想要把一个人化年轻 那可就太难了 咱们再看看这个电视剧《武则天》 那年演员刘晓庆将近四十岁 他得把武则天十五岁进宫到八十二岁驾崩 他演全了 这可把化妆师给残住了 当然了咱们现在看那个电视剧完成的非常好 刘晓庆扮演的《武则天》少年时代的时候呢 从面容体态上来看 那就是个十五岁的妙龄少女啊 那这个妆是怎么化的呢 这个疑惑成了大家伙儿 茶余饭后的谈资啊 所有的人就 全部都在一楼化妆 因为刘晓庆他们太熟了 年龄大家也是知道 她是那个年龄 结果看完以后 大家全部觉得 刘晓庆 应该说这个人物的年龄 是成立的 当时的观众不仅仅是觉得 刘晓庆这个样子在电视剧里是成立的 就连她的神态都变得妩媚了 那时候还没有整形这么一说啊 大伙儿能够想到的只有化妆 那么这个化腐朽为神奇的化妆师到底是谁啊 不用说就是今天的主角 毛哥平了 那么毛哥平又是怎么做到的呢 这一切咱们从头说起 那是1993年的一天 29岁的毛哥平在影视圈里边刚刚展露头角 经过朋友的介绍 他准备到武则天剧组去试一试 谁知道刚到那儿屁股还没坐热呢 难题就直接端到他面前了 难度刚才咱们也说了 其实要把一个中年女人 画成十几岁的青涩少女 不光是在为难毛哥平啊 这对于当时整个中国的影视化妆技术啊 那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之前根本就没有这个先例啊 那么毛哥平准备怎么办呢 谁都没有想到 他用自己整容级的化妆技术 从刘晓庆的脸型上下手 我第一眼看到他 我觉得他是一个长脸型 长脸型 那么要化年轻的话呢 从骨骼的结构上面来说的话呢 长脸型就会显得成熟 因为我们大家知道 从婴儿的比例 我刚才说三挺无眼 其实婴儿的眉毛 是在二分之一 骨骼中挺和下挺是很短的 那么刘晓庆现在是一个 刮指脸长脸的话 如果要化年轻 必须要把脸给缩短 要把它变成是一个 十七八岁青春期的那种 饱满的胖乎乎的那个样子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毛哥平 一不做二不休 直接下狠手 用了油菜 把什么黑的紫色蓝的呀 和成一团 然后照着刘晓庆的下巴和脑门就糊 然后还借用了素描的手法 用一些阴影 把他的苹果肌给画得鼓鼓的 当然了 这个光是把刘晓庆变年轻 那是远远不够的 你还得达到角色的要求 必须得有少女武则天的美和妹 我妹娘妹 她本身要表现出她的美和她的才会 智慧 所以我那时候想刘晓庆要画的 画少女的时候 除了骨骼年龄降下来以后 一定要把她画美了 其实在我妹娘塑造过程之中 我其实运用了很多乐剧化妆里面的 那种将来女孩的那种妩媚 从演员刘晓庆本身的长相上来说 她的眼睛肌肉是往上走的 有一点单缝眼的意思 可女孩子要想有妩媚感呢 眼睛不能往上挑 这个单缝眼显得有点凶 那必须得稍微平一点 才能显得媚 关于这一点的毛可平 又是怎么去调整的呢 在下眼影的晕蓝过程之中 我晕蓝的非常非常的低 下眼线画得非常非常的宽 所以说再加上层次的云然 她的眼睛就是有一种 妩媚的一种笑脸感 然后呢 那个时候我记得杨老师叔的发型 就是有点双环节样的 再戴上这个 诗涛绸带样的 穿上服装 然后一下子年龄就感觉到降下来 经过毛可平在妆容上 大刀阔斧的改造 这个时候刘晓庆的形象 可以说已经是脱胎换骨了 您想啊 这张照片就是刘晓庆 经过毛可平化妆之后的样子 当时刘晓庆看了这张照片 立刻拍板 我以后的化妆师就都是你了 当然了 并不是刘晓庆说行就行的 造型上能不能通过检验 那还得看镜头答不答应 我觉得第一天我们刘晓庆拍的那个少女装 就是她的第一场她进宫以后 然后趴在地下 然后一抬头 然后就这么一个镜头 第一天就很简单 就拍了一个镜头 拍完以后的话 现场大家谁都不说话 然后呢 拍完以后的话呢 刘晓庆也很担心 也不敢看 当时刘晓庆自个儿那是不敢看 导演陈嘉玲看了也不说话 这是个什么意思呢 没想到这陈导愣了一会儿 然后朝身边的制片人刘大印 点了点头说 这个成 人常说万事开头难呢 这第一个镜头让导演点了头了 毛哥平心里的石头算是落了地了 不过仔细看了样片之后 毛哥平发现这个效果呀 还是不尽如人意 他必须找一个人帮忙 才能够达到更加完美的效果 那么这个人不是别人 就是剧组的灯光师 是这样的 剧组里的灯光老师 一般不愿意用打瓶光来打在演员的脸上 因为他需要通过各种的测光 来体现人物的立体感和性格 可是现在要把人拍延青的话 就必须得打瓶光 当然了 你可别以为瓶光就是一个光源 往脸上一打就完了 其实打瓶光更难 他得靠无数的光源 来实现演员脸上的平整效果 你要问了 那电视剧里的武则天刘晓庆看起来 那也是有光有影的呀 全靠瓶光怎么做得到呢 这就要说毛哥瓶的厉害之处了 那都是他靠化妆刷制造出来的 我画的这个阴影啊 几乎是为了把脸画盘 我这里的阴影几乎是用到了深褐色 都偏黑的这样的颜色 来切它的这一块 一般人家不敢用这样极致的阴影去画 中老年就好拍的嘛 光一拉彻一顶 再把结构画深 把阴影结构加重 肌肉把它画下垂 那么他的年龄感就马上才能变化 结果你也看到了 电视剧武则天播出之后 刘晓庆不管是从演技上 还是妆容上 都让人耳目一新 当然了 毛哥平呢 那也是一戏成名 从此变得家喻户信 真的自己没有想到 一个化妆师 能会被这么多的人去议论 原来不觉得化妆有能 这么强的能力觉得 哎 化妆能把一个中年能改成15岁 他们后来就觉得化妆 哇 那是一门艺术 我觉得那个年代人们 对于化妆的认知 我觉得武则天确实让我们告诉了 化妆可以改变人 武则天 刘晓庆 能演15岁 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说到这儿有观众要问了 毛哥平才29岁 就能有这么扎实的化妆功底 这手艺八成是祖传的吗 要么就是科班出身 经过专业的学习 才能有着跟变魔术一样的水平 我跟你说啊 人家不光家里没人干这个 就连他自个儿都是半路出家 半路出家就能有这个手艺 怎么回事呢 是这样的 毛哥平其实出生在温州的一个军人家庭 因为从小喜欢文艺 所以13岁那年 考进了浙江省艺术学校 专门学习了乐剧 到了19岁 他已经在浙江省的乐剧团开始实习了 可惜的是 实习期还没过呢 他就碰上了嗓子倒仓啊 也就是到了变生期 没办法 不得不转行 转哪一行呢 这毛哥平想来想去 他决定继续留在自己喜欢的乐剧团 但是呢 他改行学化妆 可那个时候化妆师作为幕后工作人员 并不被人重视 再加上他是半路出家 更没有人把他当回事了 跟你说啊 正因为这样 毛哥平还较上劲呢 我非要在这一行做出一番事业来不可 改行没多久 我记得我就把我自己在宿舍 就是集体宿舍里面 我就把自己的床搬到了化妆间 把化妆间打扫得非常干净 然后就把自己的床就放在这里 那时候我记得我们单人床就是90公分吧 然后我把它拉成一米五 里面的那个地下吧 我几乎都是我那个时候 收集来的这个行业的这些书 把它铺成跟这个大概有个20公分左右吧 这样垫得满满的 似乎看过去我的床有一米五宽 其实我的床只有90里面全部都是书 那会儿毛哥平呢是白天化晚上看书 就这么没日没夜的努力 最后只用了一年的时间就掌握了所有的技法 本来以为自己终于可以出师了 可是谁知道赶上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 他学会的那套技法用不上了 那会儿很多港台影视剧开始被引进内地 那些影视剧里的演员们的妆容啊 让所有人都觉得很洋气 哎呀那个时候就虽然看的是那个9寸的电视机 和12寸的那个黑白电视机的时候 又就感觉到 哎呦他们的这个演员怎么这么漂亮 怎么这么美 那个时候的港台的电视剧 他们可能是用的是一些偏生活类的化妆品 就画出来的 我就觉得我们舞台化妆比较硬 比较艳 他们画的呢比较生活 比较时尚 比较唯美 没办法 才刚刚掌握了传统化妆技法的毛哥平 只能立马跟上流行啊 学习港台的化妆技法 可问题是这东西刚流行起来 没有相关老师或者说是教材 可以学习和参考啊 怎么办呢 您估计是猜不到的 毛哥平竟然从小学生那里 想到了一个办法 我记得我刚学化妆的时候有一个途径 那就是很多小孩子拿来贴铅笔盒上的 那个叫什么捏捏纸 什么武府将 什么欧美林 谁了谁了谁了 这有很多的 我记得我经常会跑到小学 门口有很多的小摊 或者摆在地摊上 它就会有这么橡皮筋 这么一落落在那边的 然后我就会在这个里面去挑 我想要的古装片的这种捏捏纸 就这么着 靠着自己的摸索 毛哥平琢磨出了 这个影视妆和舞台妆的差别 同时也意识到 想要把这一行干好摸透 他必须得放下自己 已经学会的所有技法 从头开始 1988年 毛哥平来到了上海戏剧学院 武美系专门进修化妆 凭借自己的一腔热情 和刻苦努力的精神 毛哥平入学没多久 就在一次专业的比赛中 凭借一个逼真的猎宁造型 赢得了一等奖 老师见他确实优秀 随即又把他推荐到了 当时的杨乃武与小白菜剧组 担任化妆助理 那个时候剧组正在挑选 女主角小白菜 化妆师们都忙不过来 所以就把小白菜角色的候选人 之一陶惠敏交给毛哥平 陶惠敏这个名字 年轻的观众或许听着陌生 可是当时 他因为出演了《红楼梦》 电影《红楼梦》 已经颇有名气了 要让这么一个正走红的 漂亮女明星看起来 像可怜的小白菜 这个妆该怎么化 让毛哥平犯了难 小白菜是一个同养系 是一个农村里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人物 那么就是他的化妆 不能是用很多的色彩去表现 也所说的就是要天生丽质的 是没有化妆痕迹的 今天讲起来就是裸妆的效果 要化出一种天生丽质的裸妆的效果 所谓裸妆啊 是现在的说法 就是明明化了妆 做了很多修饰 可是看上去 必须得跟没化妆一样 特别的自然 就好像这个人的天生就这么好看似的 那个时候呢 也没有什么范例可以参考 毛哥平只能自己去摸索 那么那我想既然是这样的人呢 这样的要求的话呢 我就按照这样的要求去做 那么也就是用黑白灰 去怎么去塑造这个粉底 把高光用鼻子打出来 下巴阴影怎么去收起来 把脸型调整到 我自己认为 是最美的那种状态 眼影的色彩 几乎都是用的 今天所说的咖啡色的裸妆的颜色 去描绘它 没有用色彩 结果您猜怎么着 陶慧敏凭借着出色的演技 和贴切的妆容 在众多候选者当中 一下子就脱颖而出 最后定的就是他 本来还在做化妆助理的毛哥平 一下子就成了小白菜的专属化妆师了 这部戏以后 毛哥平又加盟了电视剧 上海一家人 他为剧中的女演员李玲设计的发型 若男头 风靡一时 当然了 那个时候的他 只是在业内小有名气 真正让他的名字 家喻户晓的 还得说 节目开头说的那部 武则天 武则天结束后的第二年 他又和刘晓庆合作 拍摄了电视剧 火烧鹅旁公 在这部剧里头 毛哥平又用他 魔术般的化妆技巧 为刘晓庆打造了三个 截然不同的女性人物形象 还因此获得了 中国电影电视技术学会 化妆金像奖 这一年三十岁的毛哥平 在外人看来 应该是春风得意之时啊 可谁知道 他自己却陷入了 深深的苦恼当中 那么他在苦恼什么呢 毛哥平半路出家 学了化妆 上手之后发现 单靠自学不行 里头门道太多 得系统学习 于是去了上海戏剧学院 五美戏进修 凭借着满腔热情 和刻苦的精神 毛哥平很快就凭借多部作品 成了家喻户晓的 魔术化妆师 可就在大家都以为 他应该春风得意之时 他却陷入了深深的苦恼 这怎么回事 听听他自己是这么说的 这个盛名所压 我就觉得人们 对于你的那种 魔术化妆师的想象力 和创造力吧 人们已经凭想象 你会做出什么东西来了 其实在这两部戏里面 我所有表现的东西 是我十几年 真正的苦学和苦练 积攒起来的东西 在这两部戏里面 慢慢的释放出来 人们称为 我是魔术的化妆师 当人们再一次 更高的希望 期待你的时候的话 我觉得我可能 给不了 观众耳目性的东西 听明白了没有 他这是怕观众对他期望太高 最后会变成失望 所以成名之后 他推掉了不少的剧 回到了自己的家乡 他要好好想一想 想清楚 接下来自己的路要怎么走 谁知道 就在他苦恼的时候 新的机会上门了 是这样的 上个世纪90年代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 时尚产业开始在中国崛起 咱们国内出现了第一批时尚杂志 老百姓开始有了时装设计师 梯台秀 模特等等概念 正是这个行业的前卫化妆方式 引起了毛哥平的注意 他们的创作理念 跟你影视是不一样的 我们刚才在讲影视 他永远会有一个剧本给你 会提示你 这个戏里面的这个人物 在什么年代的 他的身份是什么 他的健康好不好 他的性格是什么的 他都会有提示 时尚的有很多 他会有一个流程 大概的一个趋势 在真正做创作的过程之中 更多的是凭借你 设计师自己的一种创意 和流行结构 去创造出 人们耳目一新的 具有无限想象力 或者是说 这样的一种妆容 为什么说这种化妆方式前卫呢 这么说吧 不论是舞台妆还是影视妆 哪怕是咱们的生活妆 那都得相对来讲 人看上去要比较正常才是 但是这个梯台上的模特就不一样了 你可以把嘴巴画成白的 远远看上去 就像是没嘴巴 你也可以剃掉他的眉毛 让他看起来与众不同 总之吧 这一切都得看化妆师自己的理念和想象 可以无限发挥 正是由于这种前卫的化妆方式 让毛哥平开始济痒 他决定重新挑战自己 巧了 刚好1998年 时装设计师伯涛 要在北京紫禁城的泰庙 举办一台时装发布会 这可是1979年 法国著名时装设计师 皮尔卡丹访华之后 中国设计师第一次举办时装发布会 伯涛亲自邀请了毛哥平 担任了这台时装发布会的化妆师 他对毛哥平提出的要求很简单 你给我尽量把模特画漂亮就行 这个要求对于毛哥平来说 那小菜一碟啊 可是毛哥平到了现场一看啥了 这个要求恐怕 很难做到啊 一百多米的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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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所说的那个牌子 然后距离的话 应该最起码是第一排的观众 都有五六十名远 牌子这么远 你画的再漂亮 观众也看不清楚啊 怎么办呢 尤其是负责压咒表演的模特李鑫 那必须得让他咽压群芳才行啊 思来想去毛哥平有了主意 可等画完了之后 波涛急了啊 这这这什么啊这是 然后波涛他说 他他自己都觉得有点心灰意冷 后来他说他他他说 他糟了糟了 怎么了呢 难道明造一时的毛哥平 这次玩砸了吗 别着急毛哥平有他自己的想法和说法 后来他想哎呦毛哥平既然这么有经验啊 这么有名 我相信他肯定一定有他的想法吧 后来他跟李鑫说 李鑫你要不要跑远点给我看 跑远点给我看 后来他就说李鑫退到十几米远以后的话 李鑫一转脸 完全是一个非常具有立体和表现力的一个结构的这样的一个脸 跟你近看的这种结构表现完全不一样 原来为了照顾到观众的距离 毛哥平尽量用浓重的色彩和舞台化妆的手法 把模特轮廓欧化 面目结构上画的特别夸张 比如说把眉毛画到脑门上了 然后把自己的眉毛变成眼窝呀 近看有点吓人啊 可离远了一看 又活脱脱立体大美女 最终这场时装发布会轰动了中国时尚界 毛哥平也由此完成了自己向前卫时尚化妆的转型 接下来他发现随着新世纪的来临 老百姓的日子是越过越好 化妆的人呢也越来越多 可真正懂化妆技法的人 他意识到这是一片未开发的市场 于是开始出书办学校 把自己所学所得全部都传授出去 如果说今天这个社会有这样的一种需求 我觉得去做这种普及推广 也是为了中国人这个美起来 让中国人有更多人去掌握这样的化妆的技术 我觉得是有好事 在那个时代 它是起到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化妆的这种教学和一种技法 以及这样的一个推广 到这儿毛哥平的故事就说的差不多了 也许在很多人心里 毛哥平能够走到今天 只是因为他有太多太好的机遇 这要我来说呢 机遇从来都是只眷顾那些随时做好准备的人 是不是 这些看似偶然的无数个机遇背后 其实隐藏着的恰恰是毛哥平对生活和艺术的那份执着 对吧 好了 今天节目就是这些 咱们下期再见